在昨天發生了6.8的強震 但是北部並沒有收到警報 但是北部就又特別覺得 為什麼台北搖很大 因為他可能只有3跟4級 這個震度只有2級到3級 對 可是大家都感覺說 為什麼台北就是特別的搖這麼大呢 這就因為什麼 好 淑芬你說到這部分 我們來看看今天早上的地震 大家可以注意到這張上面 上面的資料上面顯示出來是什麼呢 就是今天早上的每個地方的震度 你可以注意到台北的震度 大概就差不多在2級左右 有些地方的側爆的部分 因為地質結構的關係會有到3 不過整體來說的話 真正正央就在這邊 在灼溪 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就灼溪了 灼溪這個紅色這邊 就是今天的早上余震的正央的位置 但這也代表說整個能量的釋放 使得全台灣都有感受 可是北部地區的感受明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地質結構的問題 台北盆地本來就是一個爛泥沙城 爛泥沙城當中這個結構體的話 它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的脆弱的結構體 房子全部都蓋在爛泥沙城上 搖晃起來的震盪的幅度跟感受上明顯 第二個台北有許許多多的高樓 因為高樓之下樓層越高 尤其就是鋼骨結構的話呢 反而那搖晃的感覺會變得更明顯 就像中天電視這棟是六層樓的大樓 但它是鋼骨結構 它搖晃起來的感覺會比鋼筋水泥搖晃要大 但是 鋼骨結構的耐震系數 反而比鋼筋水泥的房子要更強 因為它搖晃雖大 但是它不容易倒 因為在台北這個爛泥沙城地帶上面 如果說震度達到夠強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房子都不可能撐得住 因為你的房子結構體股是蓋在鹽盤上面 我們如果往林口 往桃園 往新竹看過去的話 它的地基大概挖下去 不到一公尺就鎖在鹽盤上面 但台北市基本上有90%以上的房子 都沒有鎖在鹽盤 因為像101它當時要蓋的時候 挖到鹽盤上面就挖了將近60公尺深 才把1014個大柱子去鎖在60公尺以下的台北 鹽盤上面 所以台北市基本上來說 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恆地效應共振的狀況 再加上爛泥沙城 所以台北的地區來說 地質結構體來說 在比較大的規模地震出現後 反而會變得更脆弱 尤其更重要 因為是爛泥沙城在搖晃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這個整個組織結構 土壤異化的現象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就是大家在未來幾年當中 都其實要慎防的 那因為現在的鎖央的位置 距離台北是比較遠 我們雖然有感覺到 可是它的整個震度來說 並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不能排除說 在未來的幾年當中 不管是在西半部 或者東半部地區的板塊的擠壓的地震 尤其像在宜蘭 像在匪花蓮 其實在5-6年左右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震 而這近幾年都沒有 都停下來的比較偏少的狀況 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在未來的時候 不管你是生活在台灣的哪一個地方 你都要特別隨時注意到的 就是當地震發生的時候 你的房子結構體安不安全 第二個就在於說 你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怎麼樣保全你自己的生命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過我還是要特別提醒 在花東地區的朋友 你現在趕快注意一下 你家裡的房子結構體 你的樑 你的住已經都開始有歸裂 甚至有的鋼筋已經暴露出來的話 那那房子 我建議您千萬別再住進去了 因為只要在一個大一點的餘震 甚至如果萬一不小心 又有一個更大一點 規模的地震出現的時候 你的房子絕對會撐不住 所以你趕快檢查你家的樑跟柱 有沒有列的情形 如果整個樑都已經列到一圈 都是列開的時候 那真的要特別小心 柱子到已經到柱子的磁磚都崩掉 連鋼筋都開始摟摟出來說 那個房子本身結構體就要出問題了 那西半部地區的朋友 現在這個時候 你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在整個環太平洋的火環帶 跟包含了整個地震序列來說 已經開始逐漸的邁向一個比較活躍旗之時 不管今天地底下的是什麼 中央山脈的什麼斷層 或什麼斷層 那個部分來說 研究斷層是專家的事情 但是防震的事情是你的事情 這個部分 你要保全你家人 保全你自己的生命 平安度過在地震發生的當下 能夠活著出來才是最重要的 對 大家還是要悠患意識 我問一下敬平 因為我們看到 其他的國家 國際上的其他的媒體也好 或是其他國家 其實對這次台灣的地震都非常的重視 甚至還提出了很多的警告 跟注意事項 但是很奇怪的是 我們自己台灣住在台北 包含了台灣的 雙北 新竹 台中這些地方 手機的國家級警報卻是沒有響 昨天很多說 欸 搖這麼大 我手機怎麼沒響呢 我們是國家的邊緣人嗎 我們自己的地震發生這麼大 居然我們自己沒有響 但是現在中央氣象局說 國家警報其實有兩個門檻 第一個就是地震的規模 要達到5.0 然後所在的 預估的震度是在4級以上才會有 但這一次北台灣的系統的預估中 震度就是只有3級 所以我們雖然搖得頭很暈 很晃 很慌張 然後看到燈具都快掉下來 但是我們的手機就是沒有響 所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自己都不用保護 我們自己的國民嗎 可是我昨天在看有些新聞台 這個有限電視新聞台的時候 他那個會在 比如說下午2點44分 然後新聞一直在播 主播在播新聞的時候 他那個就有國家警報叮叮叮這樣子 那我就覺得奇怪 到底是我的手機 還是那個這個新聞台這樣 他就想三次說什麼地震快爆 地震快爆 在2點44分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我們手機都沒響 然後有時候 就會聽到一些叮叮聲 一定要看電視才會有 昨天其實昨天晚上8點多 8點44分也有一起的有感地震 當時我也在播新聞 然後馬上我們的畫面 立刻就被蓋過去 就是一個緊急的 這個地震的速報的部分 就是警告的部分 有出來 等於要看電視 要看電視 要看新聞才有 要看新聞才有 那多少人沒有在看新聞 沒在看電視的話怎麼辦 那你之前當時不是建置了 這個防災警報系統 那種國家警報 那不是就是要告訴大家 要提醒大家小心嗎 所以其實 917 918 昨天前天的地震算是 餘震相當多 然後 中央計畫又來出來 告訴我們說 前天晚上那個關山主震 他才是主震 關山地震那才是主震 那昨天的不是 那好今天又開始 餘震就幾乎都沒了 一下子今天就比較靜悄悄了 雖然早上也有 可是 那這樣子中央計畫又更擔心說 那這樣餘震消失了 他們又更擔心 會不會又更有大的這個地震 那像這樣的一個警訊 你就是必須提供給台灣民眾知道 不可能說美國日本都在關注你 還不斷的去調整那個 它的一個地震的規模之外 還有發布海嘯警報 連在對岸福建 跟台灣這樣當面對岸的民眾 都有感覺那種搖晃的還蠻劇烈的 那國外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們在澳洲 歐洲 我們在網路上在LINE上面 都很關心說看到這個 他們在那個國家在澳洲 在美國在日本都有說 哎台灣地震了 到底你們狀況怎麼樣 我們是說 像語我們在桃園 狀況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那個羽球場的這個事情 然後我說也比較嚴重的是 像是花蓮 花東地區 還有一些這個鐵路 鐵公路的這個橋樑 大概是這樣 這些國家都很擔心 他們都是先進的一個體制 有很完整的栽防體系 那對於這個是非常重視的 可是你台灣政府 你想到的是什麼 那尤其是在這次北部 北部的這個感覺搖晃感 特別強烈 新聞媒體又特別關注 那現在又正值選舉的這個期間 又不能有任何一臉閃失 那如果你沒有在這個事後跟事前 事前的預防預警 跟事後的這個救災 展現出整個一體的這個策略的話 我真不知道你這個政府 是失能還是無能 我實在搞不清楚 因為光是這個 你像是說國家警報 當然我是經過這一次的地震 我才知道國家警報有兩個門檻 要5.0規模以上才會想 然後還要在這個所在地的 這個震度要超過四級 但以前每次地震來 不是都逼逼亂想嗎 只是被罵翻了 所以又被嘲笑翻了 所以才會趕快改嗎 我常常覺得 政府朝令夕改就算了 你這種狀況 然後也沒有跟民眾講清楚 然後又大家的手機 這個建置這樣的一個 這個功能的話 那你就應該讓他發揮 正常的功能運作不是嗎 否則你看到多少 這兩天新聞台在報導 各家的媒體 去採訪 還有引用的那些畫面 民眾我都看得出 大家驚慌的那個感覺 所以當一個政府 你要民眾能夠生活在這種 尤其是台灣算是一個在火環帶 這個地方 那地震平衡的一個國度 你是不是要讓大家有一種 能夠保命自己的一個意思 基本的common sense 否則以後到底碰到地震了 然後國家警方又沒響 那我到底我該如何自處 還是只是告訴我們 反正就趴下就對了 躲到桌子底下 我昨天看到很多新聞畫面 很多的餐廳和公開場 都是民眾自保性的躲在桌子底下 那我覺得政府 你真的是這樣教育民眾嗎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 酒店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 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